大人 红袍人就是徐良 相约暗象的就是徐良和洛花 朱楚楚真就是一路过的 徐良走进暗象 无人跟随 便披上红袍 恢复正常走路 与洛花相见 可他们没想到朱楚楚会随之找来 不小心目睹了二人见面 洛花发现朱楚楚 动了杀心 朱楚楚尖叫出声 而你我正好感到 杀人会留下更多痕迹 路易把话接了下去 徐良跑不掉 为了不引起怀疑 他必须从红袍人变成过路人 惊吓打了个响指 对 朱楚楚尖叫逃跑 徐良脱下红袍交给洛花 洛花提起他在雪地中跳跃 将他放到了跟在朱楚楚身后 透窥该有的位置 他又变回了跛脚的徐良 而洛花则是趁机跳上高墙离开 故而 现场留下了四种脚印 那时 锦衣卫将经师翻过来找安慰 突然有了消息 一群锦衣卫冲进来 把许多痕迹都破坏了 但惊吓还是能变出来 徐良最先入暗想 他是直立行走 徐良假装偷听逃跑时 他是跛脚离开的 这两种脚印截然不同 再加上朱楚楚和洛花 正好凑齐了四种痕迹 惊吓说着 忽然懊悔 是我疏忽了 碍于身孕 满有月上沟处继续追踪 若是我细查 必能发现只有一人洛花离开的痕迹 这样就能更早锁定红袍人 在朱楚楚与徐良之中 那就没后来这么多故事 一家惨案 云阳欲返 兵不失徒 路易看着惊吓自责 不怪你 当时正月十五 你应休息 此事与你无关 惊吓不愿路易担心 事情已发生 只能亡羊补牢 大人 你不必顾虑我 你不必陪在我身旁 路易用力握着惊吓的手 转身离开 此时已是刻不容缓 惊吓目送路易离开 一勺一勺喝着安滩药 脑子出奇地清醒 多年的捕快生涯已入骨髓 与红袍人的爱恨情仇是正月十五开始 他一度深信现场有第四人的存在 此事不了了之 毕竟人跑了 也抓不着 直至四月一家惨案 安滩被抓 供出红袍人持有黑服 还是不了了之 没人知道红袍人藏在哪里 直到如今五月云阳事发 朱楚楚入狱 疑似红袍人 今下才在一起暗像里的四人痕迹 直到徐良为了嫁祸朱楚楚翻供 翻供行为很危险 自此朱楚楚和徐良共辞矛盾 一旦他们不怀疑朱楚楚了 那矛头就会落到徐良身上 问题是 为什么 徐良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大明人为何要去帮草原人 难道因为爱情还有朱楚楚 肚子里不是他的骨肉吗 他居然如此狠心 将所有的过错都推给了朱楚楚 锦衣卫并没有抓住徐良 遵从父亲安排返乡的傻子 看到锦衣卫 把刀自杀了 陆毅亲自去见了徐良 带上了徐良的手机 那位国家荣满一生的男子 当过武官 杀过劲敌 将过猎马 赚了门关 更是为大明鞠躬尽瘁 可惜了 晚节不保 续贤出自谋逆藩王 儿子更是出卖大明 便纵使陛下有一保徐位一命 断然是保不下来的 罪孽深重 徐位盘坐余地 已然任命 对于阶下求 陆毅态度难得恭敬 徐大人 能稳坐上书之位 号令天下兵马 我敬您是一条好汉 可是 您中归训了思 徐位窥人不动 我听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陆毅提着手挤走过去 沈金在地上铺了垫子 陆毅掀起衣摆 跪坐在徐位跟前 激进对方是汉子 他不会居高临下与徐位说话 徐大人 您心思缜密 徐良叛国 您不可能一无所差 陆毅将包裹推给徐位 徐位眼眶渐渐红 颤着手打开 赫然是徐良的头颅 你们杀了他 他自枪而死 陆毅心中波澜 脸上毫无情绪 他死前 要紧一味将头颅给您送过来 徐位老泪纵横 抚上徐良的脸 夸 可真是造孽 他就连死都要用来刺伤我啊 徐大人 不妨图失窃 如今不知送往何处 还请您将一切都告知于我 您要护的人已死了 要护您的人也死了 陆毅眼眸净时凛冽 郭相主是敬您众您 您却为了庇佑儿子 要他死不明目啊 徐位久久沉默 开口 扑面而来的沧桑 说的话一时颠三倒四 我以前真不知道 然而如此恨我 恨到要勾结草原 回我此生 回我大名 我与夫人是门朔之言 我未曾见过他 但当我揭开红盖头 我就知他是我此生唯一 与他结缘 生下良儿 是我想要的往后扶生 可我是男儿郎 要成家 也要立业 我去过大名许多地方 夫人从不抱怨奔走颠簸 他就喜欢陪着我 去哪儿都陪着我就够了 我镇守边境时 遇上了失血的阿苏特族 他们扎了我夫人 但我选了大名 没有选我夫人 夫人死在我与梁儿面前 梁儿自自恨上了我 父子不和 可我又能如何 叹了这大名吗 入一眼眸垂下 不忍看徐位 哪会让他想起陆婷 家国两难全的悲剧 他亲历过 我与他心生嫌隙 但终归是父子 他十四遍入兵部历练 可是 我又一次面临选择了 五年前 汉灾与黄灾严重 兵部调度镇压刘明 他被刘明袭击 向我求援 可我当时遵从大局 并未去救他 他被刘明打断了腿 伤了脑子 从此 成了傻子 他是恨我 恨到骨子里 恨我不救他 娘不救他 十二日发现不防徒师妾 我就猜到了 是那逆子 我从未怀疑过他 可他最后一次的行动 全都是破绽 大概是被你们锦衣卫逼急了吧 徐位的眼泪大颗大颗 砸在徐良的手机上 是他刻意划伤我的手 是他换了特制的绷带 是他易容跟我去了兵部 也是他躲在私物听透了不防徒 路易声音清冷 郭向是怎么死的 徐位提起心腹顾骄 气不成声 伏低磕头 似想要与顾有赎罪 徐位讲起了他与徐良的对峙 讲起了心腹的死亡 十二日的晨时 不防徒失窃的消息传来 他才出了来龙去脉 蛛丝马迹全都对上了 他提见去找徐良 郭向呢 初九是郭向守着私物厅 你如果出现在那里 他怎么可能不报给我 逆子似乎早猜到他会来 不再伪装 穿上了一身红袍 他夫人最喜欢的红袍 我偷了不防途出不去 到郭叔叔跟前卖乖 说我是跟着你来的 玩着躲猫猫出不去了 郭叔叔哪里舍得我这杆子受罚 就偷偷把我带出去了 我知道 他必须死 否则景一位一调查 就很容易知道 我偷了不防徒 所以 我趁他不备 以刀毙命 他气急败坏 一把拔剑 徐良却丝毫不慌 爹 你要杀了我吗 我是徐家唯一的血脉 若是徐家无后 你如何面对祖宗 他的剑抵在自己儿子的井 盼我大名 徐家没你这孬种 楚楚腹中还有一个 杀你又如何 徐良摘下红袍的帽子 笑得玩味 你如何确定楚楚腹中孩子是我的 我不是傻的 总不至于让朱楚楚炸便宜 黑灯瞎火 楚楚怎么知道被窝里是谁 他气血上游 晕眩起来 那羽人算计我 我将他赠给我护卫了 对了 我的护卫 你的心腹 我早就收服了 你以为他听你的话 他苦笑一声 虎腹无犬子 他的儿子聪明得很 你什么时候恢复的 爹 你这个爹做得很失败 兵部的事情您是忙不完了呗 我装一装 你这聪明绝顶的上书郎居然真就一点都不知道 是你太信我 还是你压根不管我 我脑子没坏 不过是看到你就恨 不知怎么与你相对 我这腿舌了 这辈子完了 与其被人笑 不如就做个傻子得了 徐良说着就笑 眼泪都掉下来了 爹啊 我的亲爹 您猜猜我多恨您 他听儿子这般控诉 那件像是握不住掉地上 你恨我就恨我 哪怕杀了我也好 为何 为何要与那一帮人勾结啊 你要守着大明 我就要毁了他 徐良逼近一步 眼里都是狠义 我要毁了你 毁得干净彻底 为我报仇 为我娘报仇 他再也克制不住 一巴掌扇过去 你娘看到你现在的样子 该多后悔把你生出来 徐良不以为意 擦了擦血迹 依旧是笑的 你答应过我娘什么 你说了 要保护好我 要教好我 你怎么好意思提他 他步步后退 千万敌军未曾退 如今挡不住儿子的锋芒 徐良冷静至极 得 我回不了头 可我是你的亲儿子 你要想我原谅你 想着徐家有后 你就把所有的一切都推到处处身上去 这么做是对你最有利的 如果我勾结草原 你必死无疑 如果是云阳王勾结草原 陛下就能保你一命 爹 我有喜欢的姑娘了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死 你这一生愧对于我 愧对家国 我求你 自私一回 哪怕就一回 我以后会乖的 我会娶我心爱的姑娘 我们一起还乡 我会孝顺你的 家国大义真的太沉了 我不要了 而他 终究是动不了手 这是徐家唯一的血脉 是儿子无尽的怨恨 是他唯一救赎这逆子的方式 好 我救你 故事至此结束 路易久久无言 他能理解徐魏的选择 却终究无法苟同 如今的徐魏 只是可怜人 一生为了大名 老来反而心软了 年轻时牺牲得起的东西 老了就会充满了眷顾 路易起身整着衣裳 徐大人 徐夫人说 他看得清清楚楚 与他形容的真是徐良 他甚至清楚徐良腰侧的胎记 他生下的孩子是徐家的血脉 你相信吗 徐魏老泪纵横 信又如何 不信又如何 那孩子注定要死的 路易被对着徐魏 像是在宣布结果 徐上书魏最自杀于狱中 徐家早产的女婴过于虚弱 方才已经断了气 他尽自走了出去 签面则是溜进来 将婴儿交给徐魏 徐大人 我送您上路吧 路易走出诏狱 天色江明 东方即白 4月13了 4月12 过得何其漫长 丢了布房图 找出了红袍人 朱楚楚已死 徐良自杀 徐魏被迫自杀 签面安排好景一位秘密送走徐魏 站在路易身侧 大人 陛下要保徐魏 将来查出徐魏活着 是咱们锦衣卫背锅 他是陛下 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路易付手而立 锦衣卫不就是陛下设来背锅的吗 签面显然纠结 孩子真给徐魏带走了 还不一定是徐家的血脉呢 路易保唇一扯 是不是徐家人 没有人知道 徐魏愿意相信就好 生活总要有一个盼头 不然 你养 签面立刻摆手 可别 我要是给带回去 我府里那些羽人肯定觉得我养了外事 会闹得家宅不安 要是严重点 您得给我上坟 此事先这样 都回去歇着吧 路易镜子离去 签面恭送着 心里叹息 事情远没有结束 徐良自材而死 他倒是死得其所 但 他带着秘密死了 不防徒不知所踪 黑服不知所踪 乳风不知所踪 夜色吞去 京师渐渐纷繁热闹起来 光自东方而来 路易一路走过 宛若披光而来 是大名的福泽 初始时 万物寄良 身边偶尔有过挑菜的小贩 到府时 已经人间百态 身旁来来往往都是人 如果 战事起了 宁静的生活就该打破了 路易回到房中 惊吓睡得不安稳 眉头都是微皱 他伸出手 触到他的眉心 他就醒了 四目相对 纸上安静 相视一笑 惊吓想要起身 路易伸手屈服 大人 事情解决了 徐家都死了 惊吓噎了噎 死不代表解决了 大人都不饿 要不要我叫厨房 不饿 回来吸一些 惊吓欲下踏 他在旁折腾 路易睡不好 那大人好好歇一下 路易按住他的肩 陪我歇一回 惊吓看路易面露疲态 好 路易最近睡内侧 拥着被子闭眼 大概是真的绝带了 平日里是惊吓睡内侧 但他有孕后夜里常常要起 便强烈要求睡外侧 惊吓睡得多 此刻并不困 一手撑着脑袋 一手轻拍着路易 像是在哄他睡一般 他注意到路易眼底的乌青 得 看大人类的 简直是被摧残的浇花 路易往惊吓怀里靠了靠 抚着他的父 若有所思 大人这父模样真是少见 大人在想些什么 想要为人父还真没那么简单 路易的指尖划过那圆滚滚的父 一家父亲活买儿子 徐家儿子害惨父亲 一家老爷是经师学究 徐尚书是百官要员 都是一等一的人物 却落得那般结局 惊吓忽然笑了 大人 孩子都快落地 你现在才说这些 难道 大人是怕了 怪不得红豆说 男人 快活时不管不顾 到头来不想负责 路易在他井间蹭了蹭 胡说些什么 又没让你憋着不声 只是游人挤挤 都说教养教养 除了养得起 还要好好教 惊吓觉得 路易有些奇怪 怎么就往他怀里钻 有点黏人 有点讨巧 大人莫慌 孩子骂 不听话就哄 哄不听就揍 路易冷哼一声 小金子 你看你娘多凶 惊吓 他安慰他 他却跟孩子告状 闲话之余 有一搭没一搭 路易见昏尘 就这般睡在惊吓怀里 惊吓轻腐着路易眼底的乌青 路易并没有反应 看来 真是累坏了 大人这般模样 还真是惹人怜惜啊 金下的眼神 渐渐 慈爱 孩子什么时候出生 会有几分向大人 路易醒来 外边已是艳阳高照 金下并不在身侧 不知道去哪里疯了 他步入厅中 陆夫人正啃着萝卜 摆着午膳 大人醒了 方才神经来过 为何不叫醒我 你才歇下 并非什么大事 若是要紧 大人睡得再死 我敲锣打鼓也喊你起来 神经说了什么 路风疑似出酒 易容出城了 惊吓从袖中掏出一幅画 这是路风易容后的模样 已让歌坊传到北方各位所了 路易眉头皱起来 头疼了 路风出酒就逃离了惊师 若是他抵达草原 事情就难以挽回了 路风是路横调叫出来的 以身本事成自己依偎 用心打磨的利刃终究扎向了自己 紧下拉路易过来坐下 大人先吃饭 吃饱了才有立即卖命 我让后厨做了你喜欢的 快尝尝这土豆丝 他亲自喂路易 如今可不只是 家道碗里的那么简单了 路易乐享其成 夫人的殷勤 不要白不要 惊吓不断给路易加菜 大人 我发现你都瘦了 公务繁忙 却还要惦念我 大人这阵子辛苦了 路夫人 你们是现殷勤 我总觉得飞奸极道 惊吓娇称看了路易一眼 他怀孕是辛苦 可大人像是比他还辛苦般 何况 危机将至 大人肩上担子肯定很重 大人是我夫君 我疼自己夫君是理所当然的 他顿了顿 一拍桌子 我与大人已是一体 就算我真做什么也谈不上奸阿吉阿 这一顿饭 难得是路夫人哄路指挥师 大人 再吃一碗 路夫人 别拿你的食量来衡量为负 好 好 那这一顿饭 都得了 我真是想要 这一顿饭 都得到 我发生了 我发生了 我的功夫人